单稳态触发器 单稳态触发器是脉冲电路当中的一类 它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单稳态是指电路有一个稳态和再稳态 那么电路在稳态的时候 如果在外界的触发信号作用下 它能够从稳态进入到再稳态 而且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再自动返回的话 那么这是从外部的特性来看 而且这个再稳态还有一个特点是 再稳态维持的这个时间长短 不取决于我们这个触发信号 而取决于电路内部的参数 总的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电路 电路平时的时候是稳定的,不动的 在稳定的情况下 由于外界的触发 它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我们把它称为暂稳态 在暂稳态的情况下 一旦触发之后 过一段时间 它还会自动的回到稳态 当有新的触发的时候 再进入暂稳态 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而且过的那段时间长短 与你触发的信号 不是依赖于它的 依赖于谁呢 依赖于你电路内部的参数 也就是你的设计 这就是暂稳态电路的一个特点 这是我们从抽象的概念上面 来讲它的特点 但这个电路在实际当中 经常能够碰到 举两个例子 一个比方说楼道里边的灯 我们知道现在都是采用的声控灯 为了节能 我们说这灯有一个什么特点 当你发出声响之后 这个灯会亮 但是过一会儿 这灯又会灭掉 那在这个时候 灯灭是它的稳态 而亮是它的暂稳态 那它待多长时间 与你发出声响的大小无关 与你发出声响的时间长度无关 是这个控制器 我们都知道设计好了 我们经常会觉得说 我要是还没找着 这个灯就灭了 那没办法 你再发出点声响 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还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在卫生间里边的 洗手池当中的出水感应 平常没有水 当你要洗手的时候 遮住光之后触发出水 出水之后过一会儿又没水了 那么这就是稳态再稳态 关于单稳态出发器这部分 我们就是要实现刚才讲的 那两类电路 实际当中的那两类电路的控制电路 核心电路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个用门电路 实现的单稳态出发器 这个如图所示 它采用的是TTL门电路 它给了一个名字 叫做积分型电路 我们现在先不用纠结 它为什么叫积分型电路 我们先来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 然后一会儿再看 它所谓的积分环节是出现在了哪 现在明确地说 这是一个TTL门电路外加电阻电容构成的这么一个单稳态电路 如果是单稳态电路 根据刚才的特点 你就应该先找到它的稳态 然后再找到它的触发信号 再找到它的再稳态 那同学在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无从下手 我们说没关系 因为数字电路有一个优点 数字电路的输入输出不是零就是一 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便利 它也是一个有限维度的 何况我们现在输入和输出信号的个数很少 所以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在稳态的时候 我现在直接拿出来 输入是零 VI是零 VI是零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零由于直接加在了G2 也就是我直接的这个输出门上 所以我的输出不是高电瓶 那现在中间这部分呢 VI是零 VOE的输出是高电瓶 如果是在稳态 显然电容上面会充满电荷 VA会和你VOE输出的高电瓶 VOH是等电瓶 这是我们说的稳态 既然稳态的时候输入是低电瓶 那我触发在数字电瓶的世界里 你的触发就只能是从低电瓶跳高电瓶 因为你的输入不是零就是一 好 如果输入现在从低电瓶跳变高电瓶的话 我们看是什么结果 如果输入是从低电瓶跳高电瓶 低电瓶要是跳到高电瓶 由于G2门输入 刚才VA就是高电瓶 如果你VI再从低电瓶跳高电瓶 那你的输出会变成低电瓶 也就是你的VO会是零 那有同学就会问了说 VI如果变成高电瓶 你的VOE不就变成低电瓶了吗 VOE要是变成低电瓶 VA为什么不是低电瓶啊 这个就用到了我们在电路原理当中 大家都学习过的 电瓶两端的压叉是不能突变的 也就是它的电荷不能瞬间消失 刚才充满的电荷 充到这点是高电瓶的电荷 不会因为你前端VOE变成低电瓶 而突然的就变成低电瓶 所以当你VI从低电瓶变高电瓶的时候 这个高电瓶 G2的门的输入的这个高电瓶会和VA刚才充满的稳态的高电瓶一起 使你的输出变成低电瓶 而这个时候VOE会直接根据VI变成高电瓶变成了低电瓶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电阻R上会有压叉了 这个压叉是VA刚才的VOH和你VOE现在的VOL带来的 有压叉在电阻上就会有电流 那这个电流就是因为电容放电引起 那放电在放电的过程当中 它从VOH往下放 如果它放在VOH附近的话 是不会引起我输出端的变化的 它放到哪呢 如果它放到VTH 也就是说VA从高电瓶开始放 如果放到了门电路的门槛电压 那就说放到了低电瓶 那我的VO是不是就会变成高电瓶啊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分析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输入会使电路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输出从稳态时候的高电瓶变成 暂稳态的低电瓶 而它在低电瓶待多长时间呢 我们看在低电瓶待多长时间 取决于输入 这个时候VA从高电瓶往低电瓶放电 当它放到门槛电压之后 它会推动我的输出 又从暂稳态的低电瓶回到稳态的高电瓶 整个这个分析就符合了我们前面讲的 单稳态出发器的特点啊 一个是平时是稳态 出发之后进入暂稳态 在暂稳态待一段时间之后会回来 到底待多长时间呢 取决于我放电的长短 当我返回稳态之后 如果这个时候我出发信号再回来 出发信号呢 从刚才的高电瓶变回低电瓶的话 那我的VOE会从刚才的低电瓶变回高电瓶 那么变回高电瓶之后 刚才的放电的过程就结束了 这时候VOE会重新对VA 也就是对C继续充电 这个充电会抬高我的VA 一直到多少呢 充电到VOH 那就恢复了刚才我们说的稳态 也就是它的初态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析过程 大家看我们现在用文字表达的这个分析过程 用电压波形把它描述出来的话 是不是这样 首先在电路稳定的时候 输入是低电瓶的时候 输出是高电瓶 而我的触发信号是一个正慢充 也就是我的触发信号是0到1的跳变进行触发 然后当我从1到0返回之后呢 就回到稳态 充电为下一次触发做准备 VI如果从0到1的话 VOE是老老实实的 原原本本的对VI进行反向 因为它直接就加在了G1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那VOE就是对上面这个脉冲直接的一个反向 那这时候VA是多少呢 在稳态的时候 在稳态的时候 VI是0的时候 VOE是高电瓶 VA和VOE是等电位的 也就是我也是高电瓶 但是当你触发之后 大家看这个波形 触发之后 VA开始下降 VA下降 下降到多少呢 VA一开始是和VOE同储高电瓶 那么当你触发之后 它开始下降 触发之后 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只要它没有变到门槛电压之下 它对于逻辑值来讲 都是一个高电瓶 那么VA的高电瓶 和你触发脉冲现在的高电瓶 就会使得你的输出 就会使得你的输出 是从刚才稳态的高电瓶变为低电瓶 那么变为低电瓶 它能够在低电瓶这段时间 待多长时间呢 由于我输入 触发脉冲比较宽 宽于什么呢 宽于我VA 在放电过程当中 要放到VTH的时间 因此 对于我们来讲 在输入 触发脉冲是高电瓶的时候 整个电路的输出 什么时候回到稳态的这个控制权 就完全交给了VA 那VA现在是放电 放到什么时候呢 放到VTH的时候 它会使我的输出 从低电瓶变回高电瓶 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时间 到底有多长 也就是我输出的这个 在站稳态的时间有多长 就取决于 电容上的电荷 从VOH 什么时候放到VTH 当我一旦放到VTH之后 我的输出会发生一个变化 输出会从过去的 在站稳态当中的低电瓶 变回高电瓶 但是我的放电并不会结束 原因是因为我输入 现在如果还保持在 触发脉冲的高电瓶的话 那我的第一个门 第一门的输出 就会是低电瓶 而第一门的低电瓶 就会使我的VA持续放电 什么时候 我开始重新对C进行充电呢 一直要到 我输入的脉冲信号 从高电瓶返回低电瓶 那这个时候 VOE会返回高电瓶 才开始对它进行充电 而只有当我充好电之后 才会进行下一次的触发 这个电路我们看到 它对整个的触发信号有一个要求 它要求触发信号的脉宽 要宽于我在站稳态的宽度 那在站稳态到底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是用我们电路原理当中 学习过的三要素的方法 可以进行计算 我们知道在三要素当中 我们关心电路的起始态 关心电路的稳态 还有电路的时间长数 如果有了这个三要素 我们就能够求过渡过程当中的这个值 我们说在这一章当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脉冲电路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把电路模块化的来分析 我们下一次的触发信号